在1967年11月19日 TVB正式開台 第二天就有《歡樂今宵》 還播出六千多集 不僅是第一個 還是TVB最長壽的綜藝節目 內容包羅萬有 有最紅的歌手 有反映民生的趣劇 有跟觀眾一起玩的 幸運星歡樂卡 歌、舞、劇、get、game 各樣都有 當時經常都聽到人說 今晚快點回家看EYT 而今天我們請了幾位EYT的成員 他們每個都是多彩多藝 而且在EYT陪伴我們很多年 他們還是一家人 說的是蝦仔爸爸 我很幸運在那個階段 能夠參加EYT 那個年代是我最快的感受 我做人都做了很多年 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歡樂今宵》這十年的章節 是我最難以忘記的 為什麼不開心? 我們明白 有很多事, 久了會救 無論觀眾有多享受也好 或者有多少評價也好 我們很欣賞 我以為自己很年輕 如果不是當自己那麼年輕 就沒理由做得那麼瘋 如果樣樣都覺得自己年紀老 也會收著收轉 我一定要說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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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開心 Loway 謝謝你們 Loway, 我很感謝你們 就是… 願意上來我 不要說 我們也要感謝你 因為我們又坐在一起了 對… 很難約 你知道有兩個巨星在這裡嗎 對… 不是我, 是她 她是大甘發揚的 甚麼 其實巨星說這些巨星… 小心, 中間… 回到後期做一些火 知道嗎? 中間這個位置 沒有了, 留在這裡滑 滑了, 滑了一些火 說回來 其實看到四位 大家一來就當然想起蝦仔爸爸 其實幾位留在不同時間 進去EYC 進去EYC 最早是彭哥 對… 那倒是說的 他最老就是最高 對… 你又來了 肯定找到位置… 肯定找到位置 我訓練了畢業 是 七、四年 每一班都抽一群人 進去歡樂閃燒 即時就已經進去歡樂閃燒 但你進去後 一個月左右就回來了 為甚麼呢? 其實只是試人而已 唯獨我… 一試試… 實在太對了 就沒法遷就回來了 他說了這麼多話 最後就是因為他是OK 他是最棒 所以他幫了別人一個月 那你是不是說 我何時入行 小花… 小花才一直做的 原本蝦仔爸爸的角色 不是我做的 是嗎? 原本是鄧英文的 鄧英文… 可以想想鄧英文 是我這個角色 當然那時候不是叫黑仔爸爸 是一個像樓盤介紹的東西 樓盤… 那時候公司送大禮 是 送樓盤 我們組織了一個… 當一個家人… 一家人… 一家人… 帶人去參觀那些房子 去看樓盤 之後… 以前那些是記得的 有新的東西不記得 你是不是有腦退化症 那我就不知道 我覺得你有 是嗎? 對,你看看醫生 阿潮,你認識吧 真的,不是高華盤 你說吧… 說吧… 但為何又會組成 又變成Louis呢? 因為那天有一次外景 鄧英文病了,不行 回不了工作 剛巧沒有了 隨便吧,鬼仔,你上吧 我就說,好 我不知道為何 第一次見到他 我有點害怕彭哥 是嗎?為甚麼… 不知道,我覺得他… 他的樣子不是很好 你真是壞蛋 因為他看著我 我說話一塊塊,我害怕 如此類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在這個過程中 拍攝這集《樓盤的東西》 好地好得好 因為每一次… 你不要經常說英文 你不懂得釘 你不懂得釘 化學作用是非常好 明白 他又玩我,又搞我 我的工作又喜歡 就是因為這樣 是… 所以特地做了一個 叫做《蝦仔爸爸》的劇集 一格之主戲能認輸 不顧真理等如無知 誰有福氣事 誰有頂藏事 心中充滿著關注 有空做一下脫手衝 廁所也不用去那麼多鋪 之後正正識識蝦仔爸爸 阿珍要找個老母 對… 於是便想到我 其實我很生氣 是嗎 對,我大了多少年 他真的跟我一樣合身 你明明嗎? 我很明白他的手術 他比我還要合身 你現在說什麼? 你不騷擾我膽子 好,既然如此 我就放屁 胡亂搞自己 搞得變成一隻大白鯊出來 就變成這樣 一時世紀很難遇到 但他真是精彩的 我很深印象 你知道嗎? 就是沙灘小姐孤軍 你說真是… 身材、羊毛幾隻 他那時候為了做這個角色 我也很意外 他可以特地貼很大的襪子 對… 他自己發明的 不是導演叫他 對… 然後他穿的旗袍 他也是自己去服裝家 特地他的旗袍是比較厚的 因為他… 如果旗袍真的貼了身 他會很好的身材 他自己可能覺得 這樣又不像那個角色 然後他就疏過很… 你中間可以自己混亂 對…他叫人做得好奇好 他蓋著自己美好的一面 對角色的要求也高 阿B奮為力量 對… 但終於你那個… 但很成功… 很成功… 很成功… 也不要這麼說 我覺得是一個組合 也是要配合的 我記得我剛進入YT的時候 我簡直是不敢跟他打招呼 雖然你知道老師當然是教的 我們出來實習 你看到每個人都要叫 幕前幕校, 前輩都要叫 我唯獨看到他 經常在牧人行 一開始我真的被… 但又怕死 他會不會怪我不叫他 那樣子很凶惡 是嗎? 是嗎? 但我後來成功了 當我做了久一點之後 我有時也觀察到他 假裝凶惡 他做甚麼 其實他也很友善, 很和善 我認識他又不是這樣 你知道我認識他是怎樣的嗎? 第一次見到他 是我拍一部電影叫社女 那他就召妓 他就召著我 為甚麼呢? 因為他在江頭的時候 我的電影就是江頭 於是江頭對江頭 對江頭 拍床上戲 你拍床上戲嗎? 對, 我第一次見到他遭遇 就是這樣 所以印象很深刻 經常在我心中 他只是調黑而已 就拍床上戲 那你有沒有拍床上戲 他這麼棒, 你暗暗地愛上他 你現在是否恩愛愛不到 絕不膠紙 不, 因為他只是拍背部 前面看見他 沒理由我把他脫光給他看 當然 他就瘋滿了 你看著我的膠紙 是不是很想撕掉 有這個深刻印象 就是嫖客 所以看見他, 我會不會害怕 是嗎? 但其實跟長輩 會不會都有點怯? 他們當初剛進來的時候 都害怕了, 鵬哥 他無緣無故說怯, 根本上 不是我的怯, 根本… 根本就是 你經常搞他的妝, 搞他的頭 我們每天都出來撈又是這樣 一點點, 性格問題 他的低能兒是這樣 我們這些不會… 不會, 這兩項 說起, 經常搞Louis 我也記得 以前看《他仔爸爸》 我記得鵬哥 經常都很喜歡戴Louis的頭 怎麼戴呢? 有一次無故突然 搖手, 動到他 很緊張 他反應很大 後來找到了 找到了 他女兒就… 算了, 別生了 化妝, 化了多久 是嗎? 整個頭也不知道整多久 才出來 那就很厲害, 你死了 被他抓到… 我這樣就… 一說錯話, 我就… 遞手就可以了 不用搞了 根本上 遞手就… 他就開始了 我也有 你背得多好 對白也沒用 你喜歡爆 他會找些位置 突然爆肚子 向著你 對象是你 是 突然接不到 他排的時候沒有 突然接不到 我就爆笑了 一爆笑就糟了 笑完, 那些東西都走了 他還要幫你繞 說吧…你說甚麼 是… 你問我吃飯了嗎 是… 看他多划算 特地弄他 他這招是厲害的 好像肥肥的 也被他弄得賴尿 對… 真的沒得住 所以… 你當小孩子爸爸 每天追著你的對稿 是嗎? 明姐, 對 對… 你一定要對… 下午排了之後 對之後 就自己看吧 看了之後 就做 一定要做直播節目 你不能說熟到爛 你也要出去 這樣就沒有火花 是… 一定要… 你半生熟 就出去 半生熟 但在我的角度就不是 你熟了 才懂得去變和去玩 你基本上都不熟 你怎麼變去玩呢? 只顧著吧 對嗎? 只顧著你們… 如果熟了, 不會玩 每個人都像背酸一樣 不, 我不是 我熟了 我懂得變化去玩 你… 你當然是玩 你專門就扔別人 我… 就玩吧 總之… 觀眾不要看我 他直接扔別人 他不是扔東西嗎? 是打人嗎? 是嗎? 你… 要什麼技台呢? 只扔東西打人 那些東西就扔吧 這只是角色需要而已 你不知道 大白生是這樣的 角色需要, 你不要鎮定 在普洛金宵裡 我們經常有些是不對告的 鵬哥和大車明已經熟悉了 甚麼都熟悉了 有時候那些新人 像賈斯洛一樣 想跟著他們也跟不上 有時候氣到他們 躲在臉上 哭笑不分, 哭也哭不了 其實鵬哥和大車明 他本身不是這樣的 只是他以這方面 我們輕鬆自己 把這個角色投入入裡面 所以演出特別成功 其實你們玩得這麼瘋 有沒有試過真的生氣 我們兩個絕對沒有 他們兩個呢? 你問吧 就很難說 沒有, 他扔到我 我就找東西扔回去 沒事的 所以正式做或是生氣的時候 當時真的很生氣 但做完之後就沒事了 忘記了 所以沒有隔夜仇 你記得那個報警板 經常被他扔動嗎 是 我們經常看見他們兩個 你扔什麼 他經常扔, 扔了他很壞 他又輕輕 他經常扔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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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麼時候扔著他 我真的不記得 他扔著我多 是嗎 是嗎 他扔著他, 扔著他 也扔著他 對 他們兩個就是… 兩個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 他很輕飄飄的 他撞著他 然後他扔著他一下 他扔著他 那你多數是 那裡有沙發 你不就一手扔著他去嗎 是, 我很記得 很多次都是 就是不停地扔著他 扔著他, 扔著他 很多時候都會受傷 很殘忍 怎麼會受傷 你有沒有錄影他 那你有沒有錄影他賠償 當時不懂 現在可以追討 追討 追討 不是, 永遠這些事情 重演的時候 永遠都不會出的 是 但當我們看到劇本 有些類似要接近大家的身體 我就跟阿七哥說 我們今晚也要後悔幾步 對, 我們會… 因為到正式 永遠有些不期望的事情 我們猜到那一刻是會來的 怎麼會做呢 你不投入的嘛 你要跟著劇情投入做 才可以的 如果是數就對下台詞 前幾天是否做了一日直播 對… 上幾個星期 對… 我們不是在這裡對稿嗎 對… 其實觀眾不知道 是對稿那時候 最好笑的時候 我那天對對下台詞 他們兩個又吵起來了 我問導演 我問他 為何你現在不好記 你今晚其實要出這一段 就是他最好笑 他搜不到火 是這樣的 你待會是沒事的 他真的很驕傲 因為他得到最佳什麼獎 對… 那我叫他對稿 他需要這樣對嗎 有多沙塵 人家對, 他不說 要別人…他在床上 要你說他的對白 他聽你說得對嗎 對… 因為這樣很差勁 這樣很差勁 好… 是不是… 還是那天壞了 來了… 對… 因為我們其實幾個人 真的… 那個感情由以前EYT到現在 是… 我們內不使 大家都在香港 是… 我跟Louis就會約 約下個星期 吃飯吧 我們吃頓飯吧 但戲是繼續做的 吃飯本來是我們的真人 對… 讓這兩個人一邊吃一邊吵架 一秒鐘吵架 就是一秒鐘你夾送給我 是嗎 你吃不吃羊 其實有病的 有這麼囂張的精神幫你解釋 很難搞的吧 因為我不怕他 我是說道理的人 不過… 最初年輕時他還不錯 但他這幾年已經失控 是嗎 你不覺得嗎 那次簡直是發了神經 他連我都在翻臉 是嗎 對, 所以我覺得他有病 不是說笑, 是說真的 其實他很關心他 他真的嗎 對, 我很怕他退房 鵬哥, 你那時候是否有點懶惰 不是懶惰 臭脾氣 他人… 就是因為… 知識又少 又胡說話 對嗎 我經常想更正他的事 用心良苦 是 對, 像羅蘭一樣 他隨時不記得 是 但是羅蘭姐是很勤勵的 她是很勤勵的 她真的背熟了 她背熟了 她背熟了 但你不能… 到時候… 到時候她不說 不說 算了 直接說算了 我們就爆了另一件事 她會說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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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不知道你已經接了 已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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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辦法 你覺得這樣很厲害嗎 沒有, 我沒說厲害 不是, 為甚麼 我看見你跟羅蘭姐也好 魚毛也好 人家有時有點不記得 就在那裡嚇人 你知道嗎? 魚毛被她嚇到 走到路上也會浸 你為甚麼要這樣 我只是這樣而已 我何時會嚇她 不行 如果你不排好一點她 你不用這樣嚇到 罵她 那我就怎麼說 那你怎麼說 你不說得認真一點 她根本上… 到最後她出場就不記得了 你客氣一點就行了 你不用太餓 我不客氣嗎?我打她嗎? 神經病 你客氣, 她就不用震 就這樣了 她震就她試 好… 好… 很開心 我立刻明白 這分鐘是這樣 下分鐘就互相關心 例如她嚇人Moulin 她也不是嚇人 她撇人說話 你知道嗎? 一閉嘴的眼睛很恐怖 是 她這分鐘排氣 她說完後 下分鐘就記住 又記住Moulin 又記住誰 就是這樣 你明白了 是思覺失調 雙臉 被人撞到眼睛 慘過男人戴耳環 是 有空買一塊金 蘿蔔也會變人心 是 有空數數數數 睡覺也不會打出肚子 有空做瑜伽 爸爸也會變奶媽 是 因為鵬哥 你在《黑仔爸爸》裡 你的金句 其實是一開始 編劇已經寫給你 還是怎樣? 一定是編劇寫的 一早就寫,就是這樣寫的 這兩句話 根本上跟劇情完全不相差 是 什麼都可以 這是劇情的特色 是 但當時很多人等待 星期四晚 蝦仔就是等待聽 這兩句話 對… 一個傳統就是假裝 因為幾位都是假裝的高手 尤其是棒高手 對 他真的笑得想死 是 Lorman 是 這個的神髓很像 真的很像 對 Vigo照著她那個… 照著她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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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Leslie 是Ming姐 對 譚建銘 譚建銘唱歌,厲害 也可以 是Ming姐 很認真 這個扮小粉 對… 還扮妹姐 真的很噁心 一般的,不記得 很漂亮 對 那個女生是不是阿清 周文青 對… 是文青 是文青 是嗎? 我來的 小房 是文青 那聲音很像 他有一次台慶 扮演姻 對… 是否笑得阿肥 是否笑得阿肥 是否笑得 那張台慶笑得 是賴尿 那位阿肥一天追著我 你們扮演姻 怎麼樣 讓我看看 我又不讓她看 她一直讓她出場 才到我出場 她完全看不見 她完全看不見 對 讓她出場 我就不… 立即… 立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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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跪了 她真的笑得死 她在死 而且我記得我聽阿肥姐說過 好像說你有一次扮肥姐 你直接去她家裡 拿她的禮物 對,還有我導演一起去 偷內衣褲 肥姐是不在家裡的 那你沒有她的東西 你怎麼辦 你直接要拿她的東西去 那你要這麼大才行 那個工人鬼殺 小姐回來罵死 我說不怕,罵… 拿回來還死 怎麼樣… 帶了之後,你哪裡可以 不怕,不怕,不怕 不怕,不怕,不怕 找東西去找 我記得有一次她要我扮女人 那我就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覺 因為我…沒試過 我說不好吧 她喜歡要我扮的 但是我要不做 如果我做 以我的性格 以及我是天秤座 完美主義者 我一定要最漂亮 出來又多漂亮 對… 對 你本身是英俊 所以有些素材 好,我知道出來的樣子不錯 不錯… 好,我有信心 那我要… 我又想穿高跟鞋 因為女人不可以穿高跟鞋 每家鞋 因為有信心 我覺得她的樣子 自己的關也能過得到 高跟鞋 我又不錯 這個經驗對我來說 挺新鮮 而且挺難以忘記的 是… 說開裝飾 我覺得我本身自己 不是那麼厲害的 其實裝飾是一個很高的學問 所以鵬哥,他真的很佩服他 這一刻是這一刻 其他東西不佩服他 好,另外再說 我覺得我是創作一些形象 我覺得挺好的 例如大白沙 林凱海… 對,林凱海… 或者一個記者Ming 對… 其實我創造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響下的角色 真的… 我是有腦的人 我知道… 我不會學別人的角色 你明白嗎?他又說你 但鵬哥,你扮了很多不同的人 其實你有試過激怒那些當事人嗎 對… 小龔姐說她是開玩笑的 最不喜歡的鵬海 你經常扮我,我扮得這麼醜 對… 小龔姐 不是說不喜歡 如果我是你,那就糟了 對… 但有沒有真的生氣? 有沒有真的你扮得太子 沒有… 我們扮人沒有人生氣過 只能夠他們更加紅 不會 扮得更紅 扮得更紅 對,更加紅 大家明白做這行業 知道是一個演出 雖然Roman說 你有空簽我律師信嗎? 對,他經常跟他說話 對,他經常跟他說話 也就是這樣 知道他帶歡樂給觀看 到唱歌的時候 他和我一起 他把衣服借出來給我穿 對… 真的嗎? 他自己拿師傅的衣服 對… 情緒很好 真的嗎? 我跟他又可能比較熟 是 他又做出那些歌劇 經常都找到我 如果說起EYT 當然不能夠不說扮演 我跟對手最多 就是那個叫盧海鵬 這傢伙我告訴你 他也不是扮演 他首先一件事 他不會跟你說怎麼做的 你也不覺得他有事 然後就… 好了 換好衣服、化好妝 他一出來 就令你笑得流油 你也不知道怎麼做好 一股正義氣流 在我內心衝擊 於是我決定 加入這個吹賊… 追賊狂面 於是我又… 追呀… 追呀… 你唱歌嗎? 真的不記得對方 我經常躲到你後面 我又怕了他教我 你聽忍笑 你剛才說三手… 對 你又弄死了頭 你找到證據出來 你… 我都不記得這張照片 你還想拍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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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我還想拍照嗎 我還想拍照嗎 你還想拍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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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看回那些片段 其實你們當時都忍不住笑 其實這些是觀眾才覺得好笑 對… 這會不會是傳統嗎 因為你想想EYK 其實這個節目的性質和時段 都是想大家日後晚做 晚上拍攝輕鬆鬆 開心… 開心… 你還要拍照嗎 已經很認真了 我想原意可能是 看虎樂金燒 看到一些藝術在這裡 很開心心,笑一下 你不需要忍耐 是 應該笑 笑才不開心 對… 有照廢嗎 有嗎 我試過 我跟… 你什麼事 我跟景代欽和吳曼達三個 試過做古裝Live新聞報道 新聞報道就是… 新聞員在這裡說 說完之後去影片 去完影片回來 說另一個新聞又去影片 我們去了兩、三段影片回來 都還在笑 終於翌日想去招徽… 終於翌日想去招徽 那我們聰明 先夾定後果 沒有理由 真的把真正理由說出來 想了很久 然後吳曼達說 不如你們說我放屁 這樣也有吧 我們大家夾了後果 就真的想告訴他 我不是…我不是特地笑 吳曼達放屁 我沒有忍不住,真的很醜 我臭了很多拍… 就終於這樣過關 實際是甚麼原因 大家坐著報新聞 拿著一個稿 剛剛那段新聞 那幾句字是吳曼達說的 是 你知道有時候會發台灣嗎 譬如進實驗室那麼緊急陣 好,你很認真地說,沒事吧 但你可能不知道 拉伏突然說的時候 你不知道說了幾粒什麼字 他在某一段新聞裡 他咳嗽了 然後咳嗽出來的幾個音 是很好笑的 笑得我跟景怠的音 是被迫著蟹來做 因為是拉伏的,真的拍著我們 看到他這樣拍的 我們兩個已經笑了 笑之後到我們報了 他報了,到我們報了 他報了,到我們報了 天天在旺角… 球場…三點鐘就有春遊 我們怎麼做到這樣 笑得很好 笑得很好 為甚麼不照廢 很開心 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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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是嗎? 是,有些好像那時候的阮兆輝 輝哥… 阮兆輝他不是笑的 他就這樣… 這樣就… 咬你旁邊的人 這樣就糟了 其他那些都… 然後就笑了 這樣… 一個餅就是爆肚 譬如說後面有個倉 中間這裡…就是… 就塗了兩張膠紙 貼著那裡的胸 下午見不到的,他躲起來 他拍到… 我後面有個倉 一脫衣服,倉就對著鏡子 但這裡就對著我們 每個人都看著還不笑 兩張膠紙貼著胸 他們很多把音樂 他們很爭的 後期你是跟殺了屍體 黑哥仔便跑出去了 黑哥 三哥… 很可憐 我們當�ib Fauен働現場 有時三哥下班 我們做現場 他喜歡到工廠副 等一起下班 明明在說對白的好處 她悲嘴上帝背這個 黑子小姐,你別等了 我已經完成了 她1號… 扭清這些對白 ��고怎樣說了這些 法也沒有 然後再看看三哥在外面 然後我又死了 又甚麼都沒了 又空閣製了很多東西 令我印象很深刻 我和Louis合作過一個唱歌節目 我猜不到Louis你去了EYT之後 竟然跟盧海、戚、大白鯊、大姐、明地 做了一個最長壽的EYT裡面的趣劇 就是蝦仔爹地 我們是EYT的一份子 都以你們為榮 對, 看起來很深刻 我看起來很深刻 鵬哥, 你沒有化妝嗎? 一直都不用化 現在沒有嗎? 現在也沒有 難怪你的皮膚保持得這麼好 不是 你忘記他不肯化妝嗎? 我知道, 永遠都是他化妝 陳文輝也說我樣子的顏色 很配合電視 所以不用化 她有專利嗎? 一化就複雜了 又開面, 又這樣那樣 搞得古靈精怪 整個TVB都知道 我想你也有聽過 到鵬哥那部戲 是古裝需要化妝和貼鬚的時候 生人密近 你離開10呎, 不要走過去 你不喜歡貼鬚嗎? 對, 那時候在堅城化妝 那裡化妝 就複雜了, 黏好了 然後就說, 孟姆, 進床吧 那就去吧 剛剛複雜了 那個樣子很難受 一定要休息一下才行 那裡一出化妝間 我看見阿偉, 那時候的FM阿偉 一看見… 黏成這樣, 還說髒話 就是想要笑她 黏成這樣 真是死了 走開吧… 小小聲, 還裝模作樣 還說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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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角色很好打 不知為何這麼好打 一掌就打到她 整個打到她 不知多遠 嚇死她 然後她就說 你真的打到我, 還走過來 然後一起腳, 忍不住 她一腳 就躲在那裡 我又進廠 我進廠拍完之後 那時候也沒事了 根本就看見她 彭哥, 不好意思 你說髒話, 別玩你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想渡血又不懂得說 也不知道說甚麼 打就打了人 算了… 算了… 這樣就傳開了 盧偉彭髒話, 千萬不要… 不要搞她 你真壞 就是成為一時佳話 為何你這麼厲害 平常不是說髒話 為何出鏡不說 為何能忍住她 我突然說一遍 但我記得在盧海潭試咪 是怎樣來的 盧海潭試咪是怎樣來的 當時我們經常有外景 如果有時大熱天時 她已經不慢跳了 三星期六、三星期日 聽到外景, 你知道她很不高興 可能很早, 可能很熱 去外面的街道或山郊拍攝外景 電視頻放了咪, 電視頻遠 她通常都會叫你 阿戚試試咪 大姐明試試咪 那電視頻… 那個電視頻… 對, 試過電視頻 試完又試… 不斷叫她 又… 拿著彭師咪… 拿著彭師咪… 說話又挖一點 那時候鬼那麼遠 拿著彭師咪 那可能多叫幾點 我看著她終於火一來了 就… 下一句 那個說羅偉鵬試咪 下一句 沒有火… 沒有火, 很友善的 他小聲… 他小聲… 我小聲地弄髒話 演戲一次嗎? 不是, 他意思是說 我現在做一下 我是那個音樂, 我在很遠 來吧 羅偉鵬試咪 拜神, 為甚麼 很厲害… 你現在不斷叫她 叫她說話 我叫她說今天, 行不行 他說, 行… 如果不行 我再弄多一句給她看 聽神不是這句 那些人是不知道的 只是那個懵吵吵吵喵 他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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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EYT, 或是在公司 大家都儲了一群很好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很難忘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 波叔也是 他還說收我當徒弟 他經常要我們聽鼓 鼓鼓的大鞋子 意猥一下 就是說這個雞是大鞋子 天天說的 不聽也要你聽的 沒錯 對, 今天加了料… 對, 來聽… 來聽… 小鞋子 要找大鞋子 對, 除了波叔之外 其實斐姐和各位 應該感情也很好 有… 斐姐有接觸 有… 斐姐真的有接觸 斐姐真的大家都有 我最記得有一次我們去英國拍外景 知道拍到六點多 下班, 回酒店沒有工作 斐姐很喜歡打麻將 因為是由於她的原因 她就教我打台灣麻將 你知道沒有桌子沒有什麼 我喜歡怎樣 鋪在床單 床單 在床… 床… 床… 床 我們每個人都這樣打 打一打 都打了幾個小時 因為比姐姐喜歡 那次很開心 因為我起碼教會玩這件事 反正玩到現在 我還是挺厲害的 是嗎? 就是謝謝你 謝謝她 謝謝她 我很記得台慶 剛才我們說的台慶 這個要耍雜技 那個要跳、要翻 斐姐和何B是很緊張的 你知道斐姐很緊張 她全部投入了 我經常很記得斐姐 在旁邊幫我們打氣 幫我們打氣 很緊張的樣子 好了, 我們又說一下碧姐 對, 碧姐很快 說碧姐 對, 因為我跟她拍季節 季節 她拍季節很長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她真的很有當年粵語片 大明星的風化 大老官的風化 我們去出埠 她很疼愛我們 跟我們玩 晚上大家還沒睡覺之前 她召集我們一群藝人 去房間 她又開始說故事給我們聽 以前的大老官很厲害說故事 特別是說咸心故事 很精彩 說到七情上 很懷念 很懷念 對 到後期一點 就是鍾保羅 是否幾位都有合作 有 我們比較多的合作 你說到Paul 我真的有一個很難以忘記的感受 對她 我記得當時我離開了TVB 因為我會去馬來西亞 有一間製作公司聘請我們 我真的放棄了TVB 不如今時我就去那裡工作 我記得那天我要搭夜晚機 她還在歡樂今宵 歡樂今宵 歡樂今宵是下午兩點鐘開會 開完會就可以休息 她拿了開完會之後的時間 她就來我做第一成 她來到我的單位找我 叮噹叮噹我開門 我說Paul 她說你不用工作 她說不要…一個休息時間 我想交些東西給你 我說你交些什麼給我 她說你今晚走了 你開著去吧 我家裡是一個指南針 她就說Louis 我希望這個指南針 可以永遠帶一個正確的方向 讓你走的路 很誇張 我看著她 我告訴你 我的眼水就這樣流出來 我記得走之前的兩天 我收到她的電話 原來就是那天晚上 她說Louis 她打電話說是錄音 其實我是第二天早上才聽到的 她的聲音很沉 她說Louis 後天你們的EYT吃飯 我找不到你們了 你們吃得開心一點 接著她說一句 我真的很不舒服 也不明白她說再見… 她平時永遠都不會這樣跟我說 後來就跟著電話進來 Louis,我們在TVB的新聞部 打電話給你 我心跳一跳 TVB的新聞部,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Paul昨晚離開了嗎 什麼?就是這樣 她很年輕,離開了 很年輕…很年輕 挺可惜的 真是一個很有天分 很有天才 希望可以去別處做別的事 還有下女兒 你們當時一起一起去吧 對,坐車以外 很大件事在澳洲 其實下女兒跟我很友善 我記得當時她 如果當不開心 她會來我那裡 其實會來我那裡過夜 我們是友善得這麼交關 不過我覺得一件事 我真的覺得最開心 最開心的就是 她走之前那兩天 她很想度過她的生日 她很想要度過她的生日 我們每天都去探望她 她說你一定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 我很開心 兩天後她真的度過她的生日 之後… 就是那次 我也有份去 就是那次生日 我很開心 因為她很想度過這個生日 她知道這個會是她最後的生日 是嗎?她有意識是最後的 她知道的 她的感覺到 就算我們怎樣跟她安慰說 她知道的 我很開心 我們一群人拿著蛋糕 是 我們唱生日歌 她看著我們 那種感覺 是 我覺得上一次 寬來金思的五十週年 我覺得她也在 因為她也是EYT 她也是很愛EYT這個大家庭 我知道她當時在看著她 除了下女兒之外 還有勞地力 她後期身體不好 她發脾氣 抱歉 她太太沒有辦法 就打給我 她心情很差 會 不知如何處理她 你們最好的 你們這些公司朋友 你想想辦法 我終於想到 以其人之道還是以其人之身 因為她其實… 她真的是一個歡樂狗 她生病那段時間 在我接觸到的日子裡 她經常會想笑話 說笑話 是人 那次她知道她很不聽話 很頑皮 我就在電話裡跟她聊了很久 終於我想到辦法 我說 陸地力,我跟志偉 過兩天我們回到香港 我會來探望你 我現在數三天 我要你每天寫三個笑話給我 我告訴你 要不然我不來 如果你沒有功課 教我 我跟志偉都不來 我說 其實我也是說 我一天要交三個 要好笑的 壞的,你收回吧 我真的不斷跟她說笑 我三天有九個 到親愛的那天 我跟志偉打掌她 我很感動 其實她很不舒服 她真的拿了拍子布 九個 雖然有些真的很難 有些很難 但我也陪她笑 其實是很看到老大偉這個人 那個性格的樂觀 還有去到那個時候 她也是有人不放棄 其實真的人生 賺了很多這樣的友情 這樣的回憶回來 每次遇上夜靜 沒法去入睡 最愛看夠照夠蜜 或會照落淚 放得將從前的歡笑 過去落我的眼淚 再面懷來淚血汗碎 再給我一下 再給你遇上夜靜 再給我一下 我會遇上夜靜 wah 萬聚 為 Anda 可是你都不思想 你也要去 你愛 你為我 對EYT對幾位來說 有沒有什麼感覺、感情是怎樣的 EYT我做的時間是80年代 80年代是娛樂圈、電視圈 最盛和最燦爛的時代 我很幸運在這個階段 能夠參加EYT 享受到它的揮煌 而且當中也學了很多東西 其次就是能夠認識一群好的朋友 直到今天 回想整個娛樂圈的生涯 那個年代是我最快的內心 好,三嫂 我對EYT的感覺是 我們明白有很多東西耐久會舊 有很多人看得久會厭 我也跟自己說 不要緊的 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無論觀眾有多享受 或者有多少評價也好 好或不好 我們都收拾了 還有可以肯定就像明哥說的 我在那段時間 我們賺了很多 這些是我們很… 很感受 又很懷念 又很值得 這是我對EYT的感覺 我做人也做了很多年 我可以寫一本書也可以的 有很多不同的章節 每一本書有很多不同的章節 每一本書有很多不同的章節 但是歡樂今宵這十五年的章節 是我最難以忘記的 我很感謝TVB給你這個機會 敬哥 我也是最快樂 現在算起來 我都算… 算到現在已經有幾十年了 所以有些時候走到別的地方 我只是希望TVB繼續發財 手不插頭 好,今天真的聊了很久,很開心 也有很感動的部分 也有很開心、很搞笑的部分 我每次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要跟各位集友 好 今天就要跟各位拍張照 好… Selby嗎? Selby,對 好 Selby,對… Luys就比較平衡 這個就是最差勁 一開門,你就說那些混蛋 不如我跟波叔出來的短劇 外面…Cut,波叔聰明 在這裡很複雜,我進去看看 所以他走了